红衣法师醍醐灌顶的八句忠告 读懂了 你的后半生会越来越顺利 一 人到晚年 能依靠的不是子女 而是要守住两样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一是健康 二是强大的内心 二 凡是你想控制的 其实都控制了你 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 这天地都是你的 大道至简 无欲则刚 无为则无所不为 三 人生不过三万天 借负皮囊而已 生命没有永恒 时间一到 该老的老 该走的走 灵了空空的 没你也没我 无一物带走 我们最终都是时间的过客 何必执念 努力过后 得失随缘 自在随心 四 这个世间没有天大的事 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放不下的自己 很多时候 你那些义无反顾的执着 那些让你遍体鳞伤的坚持 都将成为浮云 放下才能得到 放下才能拥有 放下才能长久 五 世间的烦恼都是由念而生 放下欲念是一种内心境界 若放不下 便饱受烦恼折磨 放得下内心才能坦然宁静 六 谁对不起你 谁欺骗了你 谁伤害了你 其实不用着手去报复 你所受的所有委屈 伤心和痛苦 上天会在另一个时间 补偿你 这就叫因果 七 如果你心眼好 又有德行 那你一定有福报 如果有福报 却发不了财 请不要疑惑 是你的福报 转化成了健康的身体 平安的日子 温暖的家庭 和有良德的子孙 福报 不一定让你很有钱 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 八 人最傻的行为 就是急着要结果 得不到便又急又闹 殊不知 老天安排的 比你自己选得更好 更周到 冥冥中自有天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